這個是RFID模組 這個是計電器 那我們加了一個LED燈 表示計電器有成功生效 目前已經在資料庫裡面新增了兩筆資料 新增了TEC卡號 那麼我們現在就實際來測試 這是第一張可以通過的卡 因為我們程式會搜尋資料庫 然後並且比對 如果UID正確就會打開計電器 就是把電控鎖打開 那這個是沒有在我們資料庫裡面的卡號 所以並不能夠通過 那這是另外一張有登記在資料庫裡面的卡號 所以我們的門會打開 以上是一個簡單的示範